喝了迷糊水的孙大江 因辽及两省被鬼子霸占 气急败坏的他冲进鬼子的店铺 就是一顿乱砸 谁料这时老马来了一顿给他臭骂 清醒后的孙大江立马解释说着 砸了鬼子的店铺也绝不后悔 谁料这时的老马观察着四周 却发现了柜子后边还有一个暗仓 最后老马问着孙大江不再想说点什么 就在老马话音未落的同时 不停地给孙大江使着眼神 表明了后边的屋内有着暗仓 迷糊的孙大江立马明白了老马的意思 于是就配合老马演了一出大戏 而此时的老马不停地在孙大江身上挥打的鞭子 两个人一边打一边往里屋挪动 只见老马看好形势一角就把孙大江踢到了暗仓内 看着暗仓的老马立马说道 经过老马手下仔细地检查却发现了军用电台 这下鬼子彻底说不清了 很快鬼子黑幕被抓的消息就传到了日本女特务网中 他用尽了手段后却收买了老马手下的士兵张彪 当晚双方合作就把被关押的鬼子就走 老马得之后瞬间给张彪来了个就地正法 随后被忽悠的徐老三为了老马能孤身植入山寨送人头 于是就绑了老马的娘亲 这下老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暴脾气 于是就快马加鞭地来到了山门前 紧接着老马快马加鞭的潮山上驶去 而这时的孙大将却停下脚步 跟许三想闲聊着张彪的事情 听了孙大将的议席话之后 这下终于缓和了起来 紧接着一脸阴险的靠山王邀请老马入山门 进屋后老马直接唱开天窗说亮话 老马话因为落之时靠山王的手下立马说着 到了阎王殿就得过奈何桥 帮中有帮中的规矩 既然马旅长要拜山 这口叉子肉还请马旅长吃了 老马一看你这扮猪吃老虎的本事还远远不够 这口叉子肉还得请马旅长吃了 老马人狠话不多 直接就把肉咬到了嘴里 谁料到入口中小喀拉竟无力拔出 只见老马一个寸镜就把小喀拉弹倒在地 老马面带微笑的直接就把刀子甩在了房檐上 并且顺势切断了钢铁上的天灯 这下可下傻了靠山王集屋内所有人 随后老李反客为主 直接拿起迷糊水就朝门外走去 这时的靠山王看着老李反客为主 又是进迷糊水又是打赏 这帮兄弟都快成老马的弟兄了 于是靠山王准备直接就向老马下手 随后进完迷糊水的老李 直接就跟靠山王挑拟了来 谁料靠山王大脸一拉 直接拿来了弟弟张彪的灵位 并说着老马你抢我军火杀我弟 今天你不给我个交代 谁也别想出了这山门 谁料老马淡定的喝了碗泥湖水 然后说道 你想为这个人报仇 他吃着我的军饷 勾结日本人 干他娘的伤天害主的事 你们这帮畜生就不配当中国人 老马话因为络一发子弹 瞬间穿过张彪灵位 这可吓傻了靠山王 而他身边的小喀拉刚要反抗 却被老马在外隐藏的狙击手 直接一枪毙命 紧接着靠山王一看 大势已去立马让所有人放下家伙 随后靠山王借用归还老马母亲 缘由偷偷溜出 而不巧的是正好被老马手下及时发现 老马的母亲绝对是一身傲骨 直接就把劫持他的小喀拉推下悬崖 自己也随之跳了下去 老马一看瞬间拿起家伙 直接就给靠山王来的了断 自老马被任命为黑省主席后 张大马子也快速得到上级通知 而这边的老马早就料到了 张大马子有着自己的心思 但让老马万万没想到的是 张大马子竟然让鬼子 进去了自己的城府 老马得知后雷霆大怒 于是就命令所有人马 先灭了张大马子的军马场 军马场被面后张大马子气的 跳起来恰恰 而他跪在地上的干儿子却说道 爹 马战身真的挺厉害 我咋可不能当日本人的炮灰啊 很快这个消息就传到了鬼子耳中 在此之前黑幕跟老马打过交道 并深知老马绝非等闲之辈 于是就立马下令派出他们的黑幕组织 一起来干到老马这个东北会 紧接着到了晚上 大肚子的姨太太疼得不醒 与琴 老爷 别挺住 别挺住 走 上医院 紧接着老马抱着姨太快速前往医院 谁料老马的车刚开出家门 就遭到了黑幕组织的攻击 双起 随着老马的一声呐喊 两人快速解决了几个鬼子 谁料这时老马身后却出现了一个鬼子 这也正好被藤的打滚了姨太太发现 老爷 雨晴 就这样老李的姨太太跟肚中的胎儿命丧于此 你给我滚毒吧 等哪天我死了 你就不用躲了 回天津去 我今儿就不听你了 个兔崽子 自老马思义太被鬼子残害后 他深知自己的儿子此后也危机重重 于是就让其手下把他送到天津 此后老马也坐上了前往七七哈尔的快船夫人 老马为了大家安全起见 就让所有人员吃完午饭快速归来 而老马这边只有一个海山来保护他的安全 谁料就在这时老马的房门声响起 海山推开房门就看到了一个女服务员 于是二话没说就让他走了进来 这时女人放下盘中餐点 眼中露出了欠揍的眼神 随着一声枪响顿时让正在吃饭的兄弟们警戒 谁料鬼子早就安排好几个手下埋伏其中 而此时的徐老三却跟孙大将演起了戏 吵啥 全是我兄弟 我就说出门不愿意待你 满足到西伯格 那玩意还急起来 鬼帮着还要绝折的 你说兄弟你拿着 这啥呀 不认识我呀 有这够身手的 动手啊 老子弄死你 你弄死我 紧接着两个人就动起手来 很快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战斗 而这时老马这里丝毫淡定不慌 老马静静地坐在沙发上 看着他们的把斗 经过几轮的混战 女特务败下阵来快速逃跑 正当海山两人要追出去的同时 孙大将等人也快速赶来 大哥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没事 就在几个人说话的时候 前线突然来了急电 张大马子率领大部队于嫩江桥南发起进攻 还请马主席应对 就这样双方战火瞬间打响 张大马子经历了一天一夜的艰苦奋战 最终败下阵来 而老李这边再次接到第二份集电 张警惠在码头上组织了好几百人 你说是要欢迎我 这啥意思 紧接着老李再次前往七七哈尔 而到了晚上 老李这笨蛋玩意正在为怎么系领带而发愁 这领带咋系呢 我记得少帅教过我们呢 这怎么会呢 这哪有穿 咱们的大棚袍不好 而此时他身边的护卫说着 主席这跟咱们黑河的一亩三分地可不一样 这是省城里面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咱可得有点省城的样不能丢 省城长 谁有头有脸 我没头没脸 我现在是谁你知道 我是省主席 很快老李们就到了省城内 魏狗子为了老李的安全着想想了一个万全之策 他代替老李充当主席被邹处长提前接走 而老李却在身后充当起了兵足 这时身在车内的邹处长问着贾老李 这一路是否舟车劳顿 在此之前两个鬼子正在欺负老百姓 谁料正好被路过的老李看见 这下两个鬼子可是倒了大霉 老李气势汹汹地询问着缘友 原来这个老百姓是被鬼子雇来的庸人 可不曾想在搬运古董的途中 庸人打碎了瓷器 顿时就惹怒了两个鬼子一顿给庸人暴走 老李了解缘友后大声说 平什么打人 那行 他把你东西打碎了我替他赔 行吧 来 我拿起来 紧接着老李拿出几块大羊 帮庸人还清了古董的债务 两个鬼子拿着大羊就要走 于是老李二次喊道 打完人你就走啊 立马下令让海珊揍着两个小鬼子 只见海珊小手一被爱谁谁 一只手就三下五除二就把两个鬼子打倒在地 随后老李带领所有跟随人马 步入大厅继续开会 正当记者跟老李讨论抗日话题时 大厅外一帮学生正在游街抗日不停的呐喊 很快这个消息就传到了老李耳中 几个学生当街抢夺枪支并且还殴打民警 这下可犯了死罪 之后就被押入了大牢内 紧接着老李开完会快速赶来看望几个学生 当老李准备对几个学生下手时 谁料学校的校长突然走了进来并喊着 民众的抗日了情是没有错的 只有发动广大的民众才能最后战胜他们 老李一听这下可不行 国有博法家有家规 当孩子们要被枪决之时 所有家长纷纷上前送孩子最后一程 可是老李早已下令不许任何人踏入法场一步 而法场已经准备开始行刑 此刻所有士兵举起家伙准备射击 学生们也准备好了再见明 之后随着执行侍卫的一声呐喊万枪启发 经过几声枪响后 所有人员顿时愣在了原地 这时法场内的孩子们看着自己的身体竟然安然无恙 紧接着老李大喊道 原来这件事都是老李一手策划 他不让所有人员入内就是想混淆试听 即让城内人员知道了法不容情 又让鬼子知道了老李的手段 另一边的张大麻子却在想着怎么对付咱老李 人不打架 什么时候进楼架 省主席没眼都说 日本人虎视单单要吃人哪 这些日本人说见哪个官就得见哪个官 拦都拦不住 到我这不行 我得给他改改规矩 你通知卫数四面 沿途给我设十道岗一道岗 日本人必须下车出示证件 老李命令刚下所有士兵就接到了通知 也正好碰到了拜访老李的鬼子 这时士兵拦下了鬼子的汽车并说着 上头有令近日中日关系紧张 所有日方车辆人员必须接受检查方可放心 谁料这时鬼子从车上下来大喊道 此时车内的羽山君见状不妙立马走了下来 并且气势汹汹地说着士兵你是奉了谁的命令 竟然如此对我们 这事你问不着我 我们只办一件事 检查你们的身份和证件 就在这紧张时刻车内又下来一位鬼子 经过他鞠躬弯腰地说了些好话 检查完证件士兵这才答应给他们放心 之后鬼子们经历了占领龙江以来最大的耻辱 每经过一个关卡必须出示一次证件 最后他们带着趾高气扬的姿态来到老李的办事处 谁料老李霸气依旧不惯着他们的臭毛病 进来后与山君一顿指责老李对他们的车进行了十次检查 并且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 检查你怎么了 老李话因为落鬼子从手中拿出一份文件 老李看了之后就指着后面的毛笔自问着鬼子 你接着老李带领两个鬼子来到了会议室 他们每个人都坐着像样的龙头椅 而这时的两个鬼子看了看自己的下面 没有任何作用 这时的老李却大声说道 给两个日本客人拿板凳 鬼子听完老李的话后心有成竹地高傲着 谁料板凳一拿来顿时傻了眼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老李会给他们做简易的板凳 而鬼子在老李面前绝对地处于下风 只好无奈地坐了下去 随后鬼子就说出了对老李的条件 他们让中方无条件地修复嫩江大桥 而老李直接就给鬼子来了个拒绝并且说着理由 一 陶昂铁路是中东路不是南满铁路 因为日本人广照这地方 第二 叛军张海鹏在陶南太来一带 铺了两万人 可妈妈不得不防啊 第三 江桥建在中国的土地上 铁路铺在黑龙江的地盘上 我马战山不能听你们的 鬼子听完老李一戏话后威胁着老李 如果老李一孤行鬼方就会以武力解决 如果中方造成的一切损失就由你自己承担 我马战山既然敢来当这个神主席 就要尽首途保家之责 如果你们日本人敢踏进江朝一步 我就和你们动枪动炮 松客 老李强硬的态度丝毫没给鬼子面子 气得咬牙切齿的鬼子最后只好快速离开 之后老李叫来谢参谋长商量大国策略 这下可够鬼子吃一壶的了 猪肉炖粉条子有没有啊 没有 啥猪菜呢 没有 大厨战将 主席您见笑 这个更美 咱这可是省城最好的餐馆 哪有这不入席的菜呀 那里这都有啥呀 山珍海味是应有尽有啊 老李一听你这省城大酒店山珍海味啥都有 就连一个猪肉炖粉条子都不会做 于是老李直接拽着参谋长回到了办公室 并且在地图上商量着大国战略 很快这个消息就被鬼子的领导得知 自他们攻占辽集两省后还没受到如此大的羞辱 他们说着老李不但非常张狂还拒绝了鬼国的计划 并且还挑衅鬼国的尊严 随后鬼子立马下令让所有人员整装待发 在陶南和泰来一带实行真枪实弹的演习 老李跟参谋长继续在图纸上计划着 以保万无一失的消灭鬼子的大部队 此时另一边的鬼子却自作聪明的说着老李真是嘴硬无能 并且让张大马子帮他们守护好阵营 随后鬼子们快速出发向陶南一带进攻 老李得知后立马下令 让徐老三跟孙大将两人快速投入战斗 而此时两人正在摔跤拼个输赢 很快消息就传到了两人手中 他们两人看看了手中的指令开心的说道 随后两人快速行动 他们利用我方优势把鬼子耍得团团转 这时的鬼子看着我方人员却气得不敢开出第一枪 毕竟云飞兄一直都害怕老李的蛮横打法 随后云飞兄见状不妙 于是立马派下属前来跟老李说着 这是他方部队一次常规的演习 我说这啥地吗 这不中国地盘 谁让你们跑这来演习来的 迎接着鬼子想了想说道 我可以代表日本政府道歉 听了没有 谢他们长 代表日本政府跟咱们道歉 咱也得大处 对不对 通知部队 放日本人走 鬼子走后老李开始大肆招兵买马养精蓄锐 希望兵强马壮之时跟鬼子决一死战 知道我是谁吗 爱谁谁 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紧接着老李直接拿出家伙 就对到了孙大海的脑门上 而孙大海也确实是个硬汉子 眼睛眨都没眨 此时老李并非想要孙大海的小腻 而是正在试探他的胆量 然而就在一个时辰前 孙大海不满张大马子投靠日本人 于是就孤身直入鬼子司令 不想要亲手宰了鬼子头目 毕竟孙大海也是胡子出身 谁料正好被路过的巡查发现 随后他用敏捷的步伐快速逃出司令部 鬼子也随之追赶着 谁料正好被亚马路的老李碰到 这时的老李却说道 紧接着孙大海摆脱鬼子后 直接被海山捉拿 随后老李回到自己办公处审问着孙大海 于是就拿起家伙测试他的胆量 谁料孙大海确实是个硬汉子 眼睛眨都没眨 这时的老李却笑着说道 好样呢 胡子翻江海 我然名不虚传呢 此时的孙大海却说着自己本身就是要投靠马战山的 可不曾想误打误撞干掉了几个鬼子 最后还被你们生情住了 我就是马战山 不认字啊 这上面都写着呢 可不曾想到孙大海听到了老李名字后 直接跪地说着自己确实认识字 但是他当胡子那天早就听说过老李的名字了 紧接着老李连忙扶起孙大海说道 能我一起打日本人吗 行啊 你可不是到那帮小人们 我把小的我给气死了 马主席 我还有一帮陆林兄弟 可以拉过来一同抗人 很快第二天鬼子头目就找上了门 来跟老李要昨晚行刺之人 鬼子不知所措之时老李的脑回路堪称超音速 并说着如果你不信就让我方人员带你到乱葬岗看看去 反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了 你自己挑一个看看吧 正当鬼子刚要说话之时老李直接来了一句送客 而这边老李户独子的孙大海 则跑到了山寨内帮老李招兵买马 却被自己姐姐的手下当成官府人员绑上了山 我洪姐从来不跟官府合作 拉出去 毕他 洪姐是我呀 大海 放他哪个屁 全是你们日本人借的 可铁路是我们自己的 什么时候该修 什么时候不该修 那是我们的事 这个鬼子为什么接二连三地挑战老李的暴脾气呢 然而就在刚刚老李休息之时 鬼子两人因为逃亡铁路再次找到老李 这帮日本别毒了 又扯什么花花样啊 行 让他们进来 是 随后鬼子两人拿出一份信件交给老李下属 上面写着逃亡铁路由满铁诸士会社借款修住 并且哈尔葛江桥梁被毁影响运输交通 满铁工人要全力修复嫩江大桥 谁料老李的暴脾气顿时涌上心头 之后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这时的黄皮鬼子却轨迹多端地说着想去厕所 此时的老李雨出惊人地说道 随后海山直接就把鬼子带到了厕所旁 鬼子却说着不让陪伴 可鬼子怎么也没想到他的每一步计划都在牢里的预判内 鬼子进了厕所后非但没有方便 而是拿起了马桶内的擦便纸 不知是想要从纸上得到些情报还是个人爱好 正当鬼子出门的那一刹那海山却说道 鬼子继续揣着明白装糊涂 随后海山拿出了一封信纸交到了他的手里 并且说着这张纸不是给你这个鬼子擦手的 而是让你包一坨奥利给带回去好好检验一下 这边的老李正在跟鬼子画起了大饼 说着要跟他们共同合作之事 咱们说说合作的事 好啊 请坐 鬼子一听老李要跟他们合作态度立马转变 并且说着只要老李同意两国合作 鬼方立马拿出五百万美金请老李去鬼国考察 老李一听五百万美金这下可有的完了 不少啊 不是 你这意思是要把我这官给我撸了是不是 你说让我出去考察 我就考察去 我听你的 紧接着嘴欠的鬼子说着只要你肯出去考察 并且把省主席交给张大马子全权代理 我方愿意答应更多的条件 放什么东西啊 你回去告诉张海鹏 他敢跟我动手我就灭了他 你信不信 紧接着老李又来到了新兵训练场地 老李一看这帮新兵弹子做不经风的样子 于是大喊了 你得给我好好练兵 好好训练 为的就是 让你们的儿子 闺女 让你们的后代 永远都是中国人 明白吧 明白 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吧 敢挡我的车 雄心我吃了 豹子胆我还没尝 要不你弄个豹子胆去让我尝尝 老李此次拦截万国兵的车椅是蓄谋已久 并且打算让他在物资调拨单上签字 万国兵健壮还在装傻充愣各种理由不断推脱 谁料老李一个眼神须团长瞬间描董于是说道 万国兵健壮下的咽了下口水说着字可以签 雷后万国兵快速拿起物资调动单签起了字 紧接着万国兵脸色沉重的快速离开 谁料刚一上车车子怎么也打不开火 于是万国兵两人下车后骂骂咧咧 这时老李健壮说道 紧接着两个人坐着老李的车快速离开 而老李也准备跟参谋长散散不溜达回去 正当他们散不溜达的同时 鬼子们直接袭击了老李的车辆 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车上坐着的不是老李而是万国兵 而这边的老李听到枪声后立马下令说道 马上同志双喜和喂狗子把喂队派来 这是鬼子们打开车门一连猛圈的问证 正当鬼子话因为落之时 老李二话没说直接一枪命中鬼子的手臂 在解决了几名小鬼子之后 老李直接朝着鬼子黑木走去 而老李也是二话没说直接说着自己充当人质 让黑木放了万国兵 随后老李给了护卫一个眼神 并且大步地走向黑木 迎接着黑木刚推开万国兵刺杀老李之时 谁料老李用他敏捷的伸手 直接给黑木来的反杀 直至第二天老李骑着高挑骏马 抬着四具尸体来到了鬼子领事馆 随着老李的一句呐喊 士兵快速通报 鬼子出来后看看尸体直接认出了 是他们黑龙会的黑木 这下咬牙切齿地说道 此时的鬼子死心不改地直接威胁着老李 并说着这件事情我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等到你向我们鬼国投降的时候 你身上背了这么多命案 我看你怎么交代 让老李指挥作战策略休息之时 之前帮老李征兵的孙大海突然跑了回来 而这时的鬼子三郎看到一群民众正在靠近老李大营 于是狡猾的鬼子直接给了汉奸张海鹏一枪 这下可惹急了他并说道 很快孙大海等人员就来到了老李的阵营 迎接着老李来到了阵地现场 他疑惑地看着对面匍匐前进的这伙人却说道 随后许三想快速来到雷区 直接就拦下了孙大海等人 并且问着他们来到此处是什么目的 这两个人简单对话确认了身份后 许三想把孙大海一干人等待到老李面前 这时的孙大海立马说着自己已完成老李交代的任务 并且立杆子拉人头带弟兄们回来了 也请您放心过目 紧接着老李笑着说道 原来是你想的 果然拉杆子回来了 不过我的士兵必须经过训练才能上战场 你跟我回到龙江去 让这些人训练几天 然后再去打鬼子 全就马主席吩咐 全就马主席吩咐 1931年10月25日 国联理事会以英美俄等13票赞成 日本一票反对的决议结果 要求日本从中国东北撤军 老李深知日本不会遵从国联决议 通电国民政府要求全力备战 迫于理事会的压力让关东军快速撤军 而此时的关东军首领则视而不见 并且想好了对付老李的计划 紧接着鬼子 恶人先告状地来到老李办公处说道 需我所知 是中国士兵在寻寻 紧急到我军阵地附近 我想挑起冲突的责任 应当由中方承担 我问问你 你们日本军队是在哪个国家 中国 在中国的什么地方 黑龙江上 我说你们日本军队不在日本老师待着 黑龙江干什么来吧 跟那恶狗似的 我窜到邻居院子上来了 那邻居还不拿大棒子 给你们赶出去 随后老李立马下令 让所有人员快速到会议室开会 随后士兵说着此时的鬼子 已经集合一万人驻扎在陶南一带 并且他们还有骑兵连 重炮连队装甲车连队 以及空军大队 此时的参谋长听后 毫无波澜的立马说道 我军确实不堪抵战 但是时局要求我们必须抵战 否则的话作为军人 我们将无言面对家乡的父老 自孙大海投身到抗日队伍中 老李下令让他们必须接受专业的训练 并且让孙大江负责一切事务 谁料孙大江正是训练新兵时 却发现自己的弟弟也在其中 迎接着两兄弟就吵了起来 随后两个人就是他跑他追他插翅南飞 完全是天生的血脉压制 正当两个人吵闹最激烈的时候 老李骑马突然赶来 孙大江 你干什么呢你 我让你训练新兵 你拿大棒子干什么 包括马主席 他是我弟弟 我正在教训他 经过询问后 老李让弟弟直接脱下军装回家 照顾老母亲 谁料同是暴脾气的弟弟却说道 老李听了孙大海慷慨激昂的诉说后 决定留下他 紧接着到了深夜 老李来看望曾经抗日的前辈 并且诉说着此时的处境跟前辈一样 抗日即将打响不知该如何是好 此时到来的参谋长直接说道 于是老李看了看兽山将军的石碑 并且直接拿起帽子就戴在了头上 紧接着所有士兵与民众 快速把贡品放到了寿山将军的面上 而老李趁此时机直接下令说道 立刻给南京国民政府 北平张副司令行营 全国各省市 发出通电 我马战山决心抗击日寇 不惜牺牲 尽守土之责 尽守土之责 1931年10月27日 马战山通电全国以阵龙发聩之音党为天下贤 誓言打响抗日第一枪 全国舆论一片滔滔 而此时身在东北的鬼子 突然觉得受到了莫大的威胁 于是就下令让伪军张大马子先去试试试 而这边的老李根参谋长也在安排部署计划 日本人的傀儡张大马子被进攻了 虽然国民政府现在仍没有明确的指令 但是作为黑省的最高军事长官 我决心 举省于岁 如果张大马子敢来尽快 必讨伐这 而张大马子在鬼子的威胁下战争必不可命 他只能硬着头皮跟老马决一死战 由于张大马子的装备精良刚开始处于上风状态 而老马这边的军马更是一身硬骨头 硬生生的用简陋的家伙两个小时就解决了战斗 紧接着鬼子三郎见状张大马子不堪一击 于是立马前往前线来到张大马子面前说道 张死你 那就是你部队的战斗力吗 我 我现在给你机攻普及 给我做最后的反击 还打 老马本来料是如神的说着既然张大马子还有余力 那我们就把前方线撤下来换上学生兵 正好让他们从中锻炼锻炼 孙大将孙大海 你们俩各带一个连 务必把双喜他们给我救出来 搞救我这人 自劳里让学生兵亲身上战场锻炼后 他们急于立功心切 于是就趁着双喜队长不再偷偷地溜了出去 正当他们准备袭击张海鹏阵营时 谁料张海鹏组织的赶死队也恰巧准备袭击前线阵地 这下两军可来了个正面交锋 他们看着对方都互相试探地逃跑 谁料敌人一脚踩空瞬间给我防人员来了一枪 这下可吓坏了这帮乳秀未干的学生兵 经过短时间的战斗 敌人把学生们逼到了废弃的房屋内 而这边的学生兵被包围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老里耳中 于是就命令骑兵连连长孙大将前来营救 而此时的双喜则带领学生兵们准备突围 此时一无是处的海岚再次添着乱地说着 你是军人我们也是军人 你们行我们也行 这次跟以前不一样 队长就给我们一次机会 多个人多条枪多个帮手 我们已经知道错了 相信我们一次吧 这下双喜也是死马当作活马 一直接带领学生们准备战斗 随着双喜的一颗手雷后战斗瞬间打响 此时的另一个学生准备射击的时候 却因为胆小让敌人来了个反杀 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友白白牺牲 最后身在前线的卫狗子 为了能快速解决张海鹏一干人的 主动提出前去攻打敌人阵营 以获取给海山更多的机会 而这边学生兵则被敌人包围着 敌人剑撞学生兵们也毫无出来的迹象 于是就开启了激将法的套路 这时的敌人刚要站出来大喊 却被前来营救的骑兵连连长孙大将一枪毙命 随后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一小部分人马 双喜剑撞立马大喊着 就这样的一番操作成功解决了张大马子的部队 并且营救了这帮学生兵 而这边敌人的对象则用装死骗过了来去匆匆的骑兵连 并且快速逃跑回去匆匆报信 而这边的魏狗子本想给张大马子来的偷袭搞点小动作 没想到遇到了他们的主力部队 之后就顺势把敌人引到了郑良辰的队伍中 于是就三下五除二直接解决了他们的主力部队 此时老李的刚儿子韩嘉玲学艺归来 为了给依附一个见面里 他直接炸了张大马子的军火 随后韩嘉玲就来到了老李的军营处 谁料他的长相却被许三想一干人马当成了鬼子 正当双方发生冲突的同时 许三想直接给他打晕了过去 这是什么人 老李一声令下后 许三想等人快速给男子解开绳索 此时男子说道 只见男子一个飞脚立马把许三想踹出三米开外 这下可激起了许三想的斗志 老李听到声音后就顺便走了出来 紧接两人就干了起来 眼看许三想一个爆摔差点就能成功 然而却被男子来了个反杀 都在这紧急关头老李突然叫停了两人 随着老李的一声助手 男子跟老李直接来了个眉目传情 此时老李却说道 紧接着韩嘉玲说着这次回来 也给依附准备了见面里 我来的时候 去那趟淘奶 把张大马子军火库给他炸了 事后老李坐车出去巡查民情 谁料车还没开到地方就被热心的民众围了上来 夸着老李打日本饱龙江的美名 老李也就顺从明星直接下了车跟大家打着招呼 然而就在这世民众中出了鬼子一伙人马 这下可给老李胳膊来了一枪 硬性的是在参谋长的带领下迅速解决了这些鬼子 随后他们快速赶往医院 事后索性喂狗子经过抢救完全脱离危险 而老李也则无大碍 很快这件事就传到了鬼子司令耳中 于是他们就命令鬼子清水前来看望老李是否身受重伤 老李得知清水来看望自己时 立马找个病房装起了大病 经过几句话的交谈清水看着老李如此虚弱 内心的喜悦早已在脸上展露了出来 并且说着有一件事需要顾问一下 清水说着老李跟张海鹏的上次战斗他无权干涉 但是在淘南一带张海鹏的军火库被你方人员炸了 这大大的影响了我方人员的吃屎 老李的回答更是语出惊人的说着你们鬼子对张海鹏那么凶 指不定就是你们人马自己干的呢 等清水说完话老李脑筋一转 直接装的病情更严重了起来 随后双喜直接送客清水 什么他妈日本人的地方 这是中国人的地方 马主席你就说吧 该怎么打 放心 告诉他这是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是张海鹏的军需丧库 面装的都是日本人的军需品 你的意思是让我端了他 对 保险完成任务 迎接着韩家铃拿出个小玩具 并告诉孙大江这里面装的是枪水 这东西一旦倒过来枪水无论碰到什么都直接自然 而老李也告诉孙大江鬼子大营中有着我方人员 希望你们互相合作共同烧了粮草 家铃 到 我一找起来 你立刻带着骑兵冲进去 牵制他们救火 是 林林徐团长 天黑之后 炮击张海鹏的阵地 是 是 随后孙大江快速赶往鬼子阵地 乔装打扮成了卸货工人 此时大江在搬运东西的途中 一步小心碰倒了巨人 这下两个人可干了起来 今天 小爷就好好的教训教训你 你谁 小爷就是挨脚骨 之后大江跟巨人得知双方是街头人的时候 于是就停下了争吵开始商量起了计划 很快这个消息就让鬼子头目得知 于是他快速下令让三郎跟张海鹏赶快去粮草库抓人 正当鬼子们赶来的途中 孙大江跟巨人早就做好了周密的计划 他们两人混进粮草库后 拿出小玩具直接就放在了粮草的袋子上 而这边张大马子跟鬼子也匆匆赶来 经过仔细检查 他们竟然没有发现任何端倪 到了夜晚 老李为了能让粮草库顺利燃烧 于是命令其手下向鬼子们发起进攻 很快就如老李所愿 粮草库直接爆燃了起来 紧接着这边的鬼子立马下令 赶快上升前线勘察敌情一旦处于优势 立马向老李部队直接进攻 老李得知消息后 也快去赶回前线跟参谋长商量对策 参谋长告诉老李北平传来消息 苏联已经向鬼子保证为了保持中立 他们也不会干涉两方任何的一方的军事行动 紧接着老李预料到鬼子马上会发起进攻 于是快速下达了作战部署 双斜 让郑良辰告诉日本人 他们撤可以 但那是我们的地盘 我们不能撤 坚决不撤 是 军人 必须忠诚于自己的祖国 这是天使 我会牵手自己的阵地 直到最后一刻 就凭你手底下这些支纳士兵们 是中国不是支纳 历史上贵国多年被称为窝奴 尽千年向我划下城市 想必你不愿意听到我这样称呼你吗 老李下令让徐团长和郑良辰跟鬼子谈判 但是有一个前提必须是 鬼子长官亲自前来 并且老李让郑良辰告诉鬼子 他们鬼国撤退可以 但是这是我们的地盘坚决不能撤 得到消息的郑良辰看着鬼子的旗语说道 徐团长 这小鬼子打旗语了 看来 真的要谈判了 随后郑良辰亲自请命去会会 曾经的老同学多门三郎 得到上级肯定的郑良辰 快速赶往两军交界处 两人见面后说着曾经读书的场景 并且鬼子念在曾经郑营长是自己同窗的份上 可以让他投靠鬼子连胜三级 要么中方只有死路一条 此时的郑良辰作为一名优秀的军员 热血沸腾地说道 军人 必须装成营自己的祖国 这是天使 随后双方各自撤回自己的阵地再找时机 而这边的老李却心事重重地想着怎样抗人 他明白此时举黑省一己之力 无非是一轮机实 无论是张大帅还是蒋伟员都是装装样子矮 紧接着老李为了能带动全国人民抗日的决心 于是老李于1931年11月主动请应 愿马格果施力战日寇 所有龙江民众得知后想要快速逃离 此时的孙大江跟许三想接到上级命令后 一定要在民众逃离前安抚他们的情绪 随后两人假装来到此处询问事情 许三想脑袋那叫一个好使 民众说东他说西民众打狗他说碾击 于是许三想再次问着女孩外边有家好吗 这时的民众听了后也确实是这么回事 但是也有心存顾虑之人 就说咱们许三想脑袋转得快 于是立马给民众们来了段二人转 随后两人收到老马命令后快速访回召开紧接会 据他们了解鬼子还未吃过败掌 而老马脑袋却不白掌决定给鬼子来个大火机 四日凌晨日军全面进攻黑省 老李立马电令黑省守军固守阵地 如有日军前来进犯即可全面反击 很快鬼国立马下令让战机迅速轰炸 此时老李拿着望远镜仔细观察端向着 于是立马下令召集连长许三想 在召集许三想的途中 老李早就想好了怎么把飞机击落的部署 而这边鬼国也快速下令调集兵马渡海中前来 老李早就预料到他们会有此动向 提前安排好一子韩家林蹲守 但鬼子前脚刚步入海岸那一步时 韩家林立马大喊 就是这凌晨的一枪他们在老李的带领下 彻底打响了东北军队全国抗日的第一枪 而这边许三想来到了老李面前报到后 老李快速下令让许三想整装待发 给轰炸机来个死亡射击 很快第二次轰炸在预料中到来 许三想带领穆帮连也准时在轰炸后爬上山坡 他们所有人齐刷刷的仰躺后 看着前来的轰炸机紧接着许三想立马下令 经过所有人努力后 终于如老李所愿轰炸机直接击落 此时另一边的孙大江也在全力击打着进攻的日军 可他们殊不知这只是刚刚开始 随着孙大江的耐喊声所有士兵一同反击 这下可有了鬼子好看 孙大江用了一上午的时间成功打退了鬼子大部队 并且升勤了四名日本士兵 就说孙大江的暴脾气真是随了老李 二话不说直接给鬼子来了两个爱的鼓励 还没等大江说完话鬼子集体反抗抢夺家伙 这下正好随了大江的愿直接三下五除二 光光几下子直接就送小鬼子去给阎王洗了脚 随后郑营长来到后不停地夸着大江好样的 正当孙大江感谢郑营长的同时 老李也在拿着望远镜观察着鬼子的动向 他看着暂时消失的战场说道 孙大江的这一回头可吓坏了自己 本想当着啥也没看见让下属们抱作鬼子一顿 没想到阵营长却早早地站在了身后 然而阵营长接下来的操作更是让大江不能理解 他命令大江把俘虏好吃好喝的招待好 并且不能伤到一根汗毛 此时的大江心里憋着一团火直接抓过许三想说道 战斗打响后经过一上午的枪林弹雨 最终穆帮连弹要紧缺 所有人直接抡起大斧子就跟鬼子拼了命 经过短暂的近身肉搏后取得了胜利 而老李这边得知所有民众自行组织给士兵护送粮食 喂狗子也则大白天的直接运送物资 这下可急坏了老李 于是快速召集一个连的兵力赶快迎接 正当老李刚下车的同时鬼子的轰炸机也突然飞了过来 还没等所有人员隐蔽好轰炸机直接一顿头弹 此时的老李看着上空的轰炸机说着 紧接着老李命令下属兵分三路引开鬼子轰炸机 三架轰炸机也是顺势飞行射击 丝毫没给老李留生还的余地 最后老李用树林优势成功逃过一劫 很快这个消息就传到了鬼子耳中 这下可真是暴脾气上癌狗急了要跳墙 他说着三架飞机竟然没伤到一个人 而他的下属却说着老李太狡猾了 鬼子听后再次下令让气攻打老李各个方位 此时这边的老李早就预料到鬼子绝不会就职与此于是说道 自鬼子下令全力攻打江桥阵地后 木邦连接到了老李的死命令 无论如何也要给我坚守阵地绝不能让鬼子前进一位 紧接着鬼子骑兵连也随之冲了上来 可就在这紧急关头木邦连弹药严严重不足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鬼子冲锋前进 此时无奈的许三祥只能轮起斧子跟鬼子决意死战 之后经历短暂的拼杀后木邦连寡不敌众陷入将军 正当他们殊死一搏之时 孙大将带领骑兵连前来营救 这下所有人重新燃起了生的希望 而鬼子骑兵连这边也遭到了我方人员的轰炸 孙大将此时看到打退的日军想要乘胜追击 许三祥见状立马南下了他 孙大将的臭脾气一上来真是谁也不惯着 阵营长健壮直接就给他一拳 随后就把他绑了起来带回总部 之后日军对我方将乔前线全面进攻 黑省守军坚守不退浴血奋战伤亡惨重 此时的劳里也毫无退让之意 并且电告北平以及国民政府 誓死守卫黑省绝不放弃 事后一直跟随劳里的士兵姚大成有着一枪热血 突然来到劳里指挥部说着要去前线支援 劳里也是敬重他的胆识跟气魄也就直接答应 去了前线的姚大成简直不输孙大将等人 他带领学生兵一起埋伏鬼子必经之路 等鬼子骑兵路过之时 所有人一同投放小鞭炮 直接就把鬼子骑兵炸得乱了方寸 由于敌人骑兵火力太猛训练有素 很快这帮学生兵抵抗不住最终败下阵来 此时的姚大成看着身边的兄弟们一个个离开 最后只想跟鬼子同归于尽 没想到鬼子却打晕了他带回了鬼方 鬼方对他严刑拷打 并且逼供让他承认自己是俄军雇佣兵 并且要栽赃陷害老李 此时的姚大成直接破口大骂鬼子十八代 鬼子听后气的直接割掉了他的舌头 随后第二天就直接召开记者会 告诉所有记者姚大成是俄方的人员来帮助老李 而此时的姚大成直接扒开衣服露出了中国人三个字 气急败坏的鬼子立马拿起家伙 直接给了姚大成一枪 也就是这样的硬汉姚大成彻底倒下来 自老李致电北平张副司令后得到回电 张副司令否定了老李的请求支援 并且跟老李说着不抵抗的原则 非但没有援助还克扣了全国抗日人士捐赠的物资 这下可把老李气得爆了粗口 紧接着老李跟参谋长们商量怎么对抗鬼子的时候 赵忠仁带领一帮商业人士前来让老李跟鬼子讲和 这下瞬间点燃了老李的怒鼓 随后老李带领参谋长魏狗子等人来到会议室 随后赵忠仁说着双方一旦开战 就现在支持你们的穷棒子们怎么能对抗得了鬼子呢 魏狗子一听直接拿起家伙就想避了这老小子 马出去 您的部下就这样对待政府委员 您不管吗 我得管呢 马出去 有话 告诉你 日本人的枪管都出到咱们脑门子上了 拍他妈的跟我说不抵杠 再跟我说不抵杠 我一枪崩了你 老李这把脾气一上来所有人员顿时耸了起来 都匆匆的快速溜走 而这边张大马子为了报复老李 直接下令让其手下无论如何也要抓到老李的儿子马葵 随后张大马子手下为了抓到马葵 直接就找到了他的朋友 通过各种酷刑后得知马葵的下谋 紧接着张大马子等人快速赶往马葵住处破门而入 谁料马葵刚要反抗他们就利用马葵的朋友相威胁 最后马葵为了保住朋友姓名只好取消了反抗 很快这件事就传到了老李耳中 而这边的老李儿子马葵正在被带回伪军处的路上 很快这个消息就传回到张大马子耳中 张大马子映示出紧急直接上小士兵通报副官 谁料他刚走出就碰到了我方安排在他们内部的密探班 白狼得知消息后快速行动 直接拦住刚要前去的女副官 就这样张大马子的心头肉彻底去给阎王做了板 事后白狼带领所有暗探一同前去营救马葵 白狼确认是马葵后直接就给绑架之人来了一块甜甜的糖 随后舅舅下了马葵让两个士兵暗中保护他离开 自鬼子清水躲藏起来后 鬼子为了能够开火大肆宣传是老李扣押了清水 并且挑拨双双的关系 随后老李就动用了他那聪明的脑袋瓜子 直接就猜到了清水跑到了大中浴池处 于是快速命令海山以及双喜等人快速抓拿 上楼后就遭到了老板娘的阻挠 双喜人狠话不多的直接就露出了家伙 这才让嚣张跋扈的老板娘顿时耸了下来 随后海山等人直接来到了一个最好的房间内 果然不出所料清水怕被发现之前就躲到了床底下 这时的海山却说道 恰好这边的老李正在开着记者会 双喜也正好在记者问问题的关键时刻赶了回来 于是直接就告诉了老李清水的下落 紧接着记者问着清水难道真的去打了扑克 老李再次坚定的说着是 于是直接让双喜带领所有记者来到了打扑克之处 这下可有了清水好看 省政府的V队长吗 您怎么在这 奉马主席之命抓捕要饭 要饭呢 我屁股里也坐着呢 还不赶紧出来 再不出来我开枪了啊 别开枪别开枪 我是日本人是清水 随后清水快速地爬了出来 所有记者直接拍照问着清水怎么来到了此处 并且怎么看待鬼方诬赖中方的看法时 清水无言以对只能遮挡自己的脸颇 并且大喊着抗议 之后受到侮辱的清水立即上报鬼子头目 头目听后气得咬牙切齿 于是立马派多门三郎奔赴前线攻打老李 这时两军大战一触即发 孙大江带领所有士兵猛烈的设计者 而这时在另一边的许三祥也遭到了敌人坦克的炮击 很快这个消息就上报到了老李耳中 而另一边的韩家林本来寻死从后方包抄敌人 却没想到鬼子乘胜追击先攻打了过来 此时的韩家林大喊道 紧接着撤退的许三祥跟孙大江两人碰了面 这下孙大江再次调侃道 孙大江也不知道为什么直接转身离去 也就是这样许三祥留下了一生的遗憾 就因为这小子在战火连天的时候看中了地主家的女儿 直接就耽误了打退鬼子的最好时机 并且被迫让许三祥丢了阵地 随后在日军铁甲部队的猛烈炮轰下 东北军丢失了前沿阵地 孙大江与许三祥带领各自的部队 分别在江桥镇跟丛林之中与敌人展开周旋 为马战山在江桥南岸重新部署 随后孙大江莫名其妙地叮嘱了弟弟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有什么事一定要动动脑子 好像他即将离开了人世间一样 这两兄弟拥抱过后各自开始对鬼子展开了行动 而此时的许三祥也跟鬼子拼杀了起来 虽然暂时处于上风状态 但是鬼子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就向下投入炸弹 这下让许三祥彻底沦陷 之后经过长时间的周旋与战斗 孙大海突然被鬼子的小鞭炮炸得不省人士 并且多门三狗把孙大海挂在了坦克之上 以此来威胁孙大江缴械投降 多门三狗看着大江无动于衷 这下彻底结束了大海年轻的生命 这时的孙大江怒火攻心 眼里只有为弟弟报仇血恨炸了鬼子的坦克 随着孙大江的一声呐喊 所有骑兵连快速进攻 而孙大江则浑身绑满了鞭炮 在中枪倒地之后的孙大江凭借仅存的一点意识 拉开了鞭炮安全销 鬼子开坦克前进途中正好路过此处 就这样孙大江跟坦克同归于尽 事后士兵们往山顶运送孙大江一个连尸体的时候 突然身在一旁的许三想看着台来的尸体问道 随后许三想拿着孙大江的帽子简直不敢相信 昨晚上许三想在原石上想着跟大江的兄弟情 而此时的鬼子头目正在想法设法地再次攻打江桥阵底 准备给老李来的最后的重击 自邹玉婷跟赵中仁勾结后 他们抓了一只给老李送物资的吴校长 并且严刑逼供说着他是赤匪 简直是活腻歪了 于是老李快速下令 鬼子子 你现在就去警察 他们不是要审赤党吗 要审就来审我 他要没那个胆 你就到警察署把他给我押来 紧接着邹玉婷来到后豪横地问着老李 叫我来干啥呀 鬼子 我枪给我瞎了 这是干啥呀 我问你 吴佐是不是你抓的 随后邹玉婷快速说着吴校长是赤匪 清除赤匪是我警务处应该干的事 随着老李一个爱的鼓励后 直接就让其手下拖下去给他毙了 这时士兵突然进来通报 邹玉婷的人马已经把此处包围了 老李一听你小子还有支援了 于是直接就走了出去 我还反了你 我拿枪秃毒了你们 此时为狗子健壮立马大喊道 把枪放下 这时大部分士兵早已被老李吓破了他 乖乖地放下了家伙弃案头 就在这紧急时刻 冯科长突然拿起家伙对准了老李 这下邹玉婷又有了绝处逢生的希望 于是快速大喊 此时不知所措的冯科长本就不想伤害老李 于是由于邹玉婷磨叽的不停 冯科长直接就给他来了一枪 这时老李见状也就顺势下了冯科长手里的家伙 此时冯科长哭泣地说道 老李听后二话没说 直接就带着卫队来到了赵中仁家里 老李这边找到赵中仁之后 他却拿逢科长的儿子来威胁着老李 说着老李自从成了黑省的主席后 就断了他的财路 所以才迫不得已投靠了鬼子 老李听后立马大喊 少跟我扯王八兔子 把孩子放了 你让他们先把钱放下 把钱放下 所有人把家伙放下之后 赵中仁突然推开了孩子直接就瞄准了老李 接过孩子的冯科长见状不妙 于是立马抱着孩子一个转身 直接就为老李挡下了这一枪 这时所有人立马举起家伙 就把赵中仁打成了筛子 而冯科长交代完孩子的后事也就长眠睡去 你小子果然烦水了 俗话说得好 时事无者为俊杰 你别逼我 你个兔崽子 这小子一脸胡子毛一看就是做汉奸的料 正当所有人准备动手的时候 老李露出了圣人诡异的笑容 就在这关键时刻 海山双喜快速赶来营救 老李也瞬间反击扭转了局势 兔崽子 原来这一切的操作全在老李的计划之内 就在两军交战的前一天 金昌号突然叫来了喂狗子 说着为了老李的安全着想必须提前想好措施 毕竟咱们都知道现在的处境 打到这个份上真的没法再打了 此时的喂狗子眼神迷乱地说着 俺大哥这个生主席当的呀 你说了呢 见颇下驴的金昌号立马说着自己有个主题 说出来让俺听见 咱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把马主席给劫持了 离开黑龙江去哈尔滨 紧接着喂狗子试探着问着金昌号 我们把主席绑了可以 但是我们在哪动手呢 对号在路上动手 随后喂狗子就去告诉了老李金副官叛变的事情 老李也正好借泼下驴安排假的部署 老李走后金副官直接把部署消息散布了出去 好让鬼子提前提防 而这边的老李正好坐车前往阵地时 却得到了金副官的反水 事后被抓的金副官被老李带到住处后 直接拿出了一瓶存放多年的迷糊水 喝点嘛 虽然你是藏在我身边的日本客户 但是临上之前 我也得让你喝口酒 紧接着老李拿出来两套服装让其选择 并且把把家伙还给了他让他回老家去吧 这时的金副官已然后悔不已 随后老李们刚走出屋内就听到了一声枪响 原来金副官最终选择了东北军的服装 直接放弃了自己当汉奸的命运 而这边的多门三狗派人给郑良辰送信 让他撤出阵地归顺鬼国毕竟跟他同学一场 此时许三想听后大喊道 多门是搞的 改变我们的土地 这是中国 我改变你 怎样 随后无可奈何的多门三狗开始对江桥阵地全面进攻 郑良辰仔细观察后原来是多门三狗亲自前来 而此时卫狗子这边还在全力突围着 正当快挺不住的时刻 韩家林带兵前来营救 随着双方激战后卫狗子等人安全撤离 而事后韩家林告诉卫狗子 现在老李身处险境 我必须假扮他的样子引开敌人 你们回去后一定要让我的衣服转移阵地 重新跟鬼子周旋宇布防 而多门三狗这边已经下令全力进攻 这时的许三响为了给郑良辰扫出前进的敌人 不惜带领所有木帮连与鬼子决意死战 接着木帮连在许三响的带领下奋勇杀敌 可正当许三响杀出一条路的关键时刻 敌人又接连一波冲锋上来 可想而知木帮连寡不敌众最后所剩无几 而此时的许三响也是拿出了最后一丝力气 准备多干掉几个鬼子的时候 谁料鬼子瞬间举起家伙直接朝许三响开了一枪 此时的郑营长立马大喊道 而许三响这时脑袋里只有一个念想 就是兄弟孙大将我来陪你 此刻的郑营长失去了了三响后悲痛欲绝的大喊道 经过短暂的拼杀郑营长的装备已经空空如影 正当所有人准备最后的反击时 鬼子的轰炸机突然飞到了我方上空不停的轰炸 不幸的是我方人员最终所剩无几 郑良辰也身受重伤 这时鬼子也顺势包围了上来 即使郑营长身负重伤 也凭借坚强的意志又干掉了几个鬼子 最后也在寡不敌众之中伸中束刀 事后郑营长最终没有倒下 他靠自己仅存的一点意识熬到了最后 多门三郎也为昔日的老同学感到震撼 并以他最高的礼仪向郑营长致敬 最后为狗子跟海山也匆忙赶了回来 他们告诉了老李老萨 以及郑营长许三响牺牲了的消息 此时的老李怒火攻心的说道 而此时老李的义子韩嘉玲为了不让义父处于险境 于是提前乔装打扮冒充老李引来多门三郎 此时的多门三郎看着假的老李背影 于是决定兵分两路开始行动 谁料多门三郎在追赶韩嘉玲的途中 正好遇到了老李的拦截 随着老李一生命下后 为狗子双戏等我方人员武力之爆棚直接就冲了上去 不出片刻就把鬼子骑兵斩在了马下 正当为狗子等人要向多门三郎动手之时 老李突然叫停了他 而此时被追赶的韩嘉玲则被逼得走投无路 只好放下家伙准备束手就擒 谁料鬼子们刚靠近韩嘉玲突然邪魅一笑 并且直接拽起马匹给提前不好的地雷来个重重的一击 也就是这样韩嘉玲一人带走了无数的鬼子骑兵 此时老李跟多门三郎到了决战之时 下马后的老李说的 这把刀是我的部下郑良臣送给我 我听说这刀是你送给他的 今天我把它还给你 老李话音刚落多门直接就提前动了手 顺势就先给老李来了的侧批 老李人狠话不多直接就给多门来了个反杀 先是来个重击再一个回手直接砍掉了多门的帽子 随后多门立马要给老李来个大反击 谁料老李直接一招绝处逢生来了个反杀 之后老李亲自带领东北边防军上阵杀敌 正当所有人全力以赴的时刻 魏狗子突然被鬼子射中 此时的老李大喊道 而鬼子野人多势众顺势就冲了上来 于是两军开始了近身肉搏 此时武力直爆棚的海山不停地狂载着鬼子 在当他击打地上的鬼子的同时 另外两个鬼子趁他不注意直接从背后来了两刀 就连海山倒下的那一刻也在挥打着鬼子 这时老李在拼杀的途中鬼子要从背后偷袭 双喜剑撞快速替老李挡下了这一击 就是这样的一战孙大将许三想正良辰 韩家林为狗子海山双喜等无数士兵纷纷陨落 最后只留下了老李一人孤独终生 二十年了老哥哥我回来看你来了 咱们生平理想之国家已经建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